我的父亲是个无比普通的人 在还没来得及享福的年纪 就因为无法医治的疾病 而万分不舍的撒手离去 办完父亲的丧事 环顾他空荡荡的家里 我父亲的父亲 我发现独属于爸爸一个人的空间 只有一方小小的抽屉 打开父亲的抽屉 首先看到的是一摞黑白的旧板人灵壁 老人总是辛勤劳作 省吃俭用 存下这些不知做了多少努力 再有就是树梅红通通的主席相照 镇刻着厅刻着历史的印记 作为退伍军人 作为退伍军人和多年的老党员 父亲一生刚正不阿 凌然正气 还有几个漂亮的小线 珍藏着泛黄的照片一批 记录录 记录着他的战友 朋友及家人 我的父亲 从来待人真诚 有情有义 当我看到一些破旧的信封 躺在此刻静静的抽屉里 熟悉的面容由然而起 眼前浮现出当年红颜传书的妇女 那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父亲提起手中略显笨拙的笔 从旧社会走来 孤儿出身的他 仅有的文化水平 不知从何写起 然而几年的时间 我们究竟写过多少封信 如今已无法进行回忆 只有这些无言的旧信封 让我的心儿再剧烈地哭泣